老公 老婆 你手头有现金吗 有啊 给我两千 你要干什么呀 你管我要干什么呀 你先给我嘛 我又不是不还你的 两千啊 老婆 你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拿了小金爸妈的 这个就四五千吧 嗯 差不多 客气嘛 应该的 嘿大家好 我是居萱 今天是我们回到老家的第一天 我们准备把 在长州买好的衣服 两件羽绒服送给公公 还准备了五千块钱 拿了小金公公婆婆 让他们买点吃的 买点用的 我公公婆婆都是待在浙江老家的 我们平时呢 也很少有空回去看望他们 所以呢 拿点钱 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 让他们过年买好吃的 好喝的 开开心心过大年 快点 好了 这个衣服给你 没有衣服给你买的 买的干嘛买的 穿了自己的 过年穿 试试看大小 不知道大小合不合适 应该可以啊 这是羽绒服 看看怎么样 正好 还可以 那间的 那就试一下 也试一下嘛 两个都是羽绒服 自己的 这件大 好像这件好看一点 是吧 自己的 好看 自己的 好了 穿着吧 这一件 过年再穿吧 对 现在就穿上吧 新的 我把钱给老妈 给老妈不是一样的 哎呀 要给老妈 老妈 这个钱给你的 不用不用 我们自己有 过年拿去买 好吃好喝的 不用啊 公公都有衣服 没有买衣服给你 你也收一点 去买个新衣服 什么样的 你的衣服不好 你自己去买吧 对 拿去吧 哎 像我们一年到头 在外地上班 看不到几次面 父母的人 就应该好好的回家 孝敬孝敬他们 嗯 师父 说的对 应该的 看到他们开心 我也很开心 行动上也要行动 多数 帮忙打理家务啊 洗衣服什么的 对吧 你都不动了 啊 那你是女的嘛 对吧 还有我刚才的 钱你要还我的啊 什么钱 你不是说那个年轻贵 问我借的吗 啊 干嘛 你还想来啊 干嘛 你笑着你父母不行啊 但是你说跟我借的啊 你也可以当作笑着你父母啊 你不要买皮啊 这个人 还你还你还你 真是的 这么小气